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元神,希诺宁要求二命 终尼陪跑复刻 平姥姥成为主要角色 元神,5.3火神Up 新皮肤爆料 5.1卡池眼女强度逆转 元神,最新混词消息来了 5.1卡池曝光,希诺宁V2加强 在5.3版本中 火神马威卡和平姥姥 成为了主要角色 火神在低命中高命府的定位下 成为了平民玩家必抽的角色 此外,四星角色中还有希特拉利 她是备受喜爱的粉毛少女角色 虽然她的强度和能力尚不为人所知 但已确认是一个法器角色 在同一卡池中 平姥姥和火神的搭配使得流水稳定 如果能够在复刻角色中 加入像申鹤、甘羽、肖这样的组合 那将会受到玩家的热烈欢迎 此外 在每一次海灯节活动中 都会退出新的皮肤 这种策略或许能创造出 近期最佳的流水效应 据说 队长在内塔中不再会出现 但也不能排除 他可能在5.6版本中 再次登场的可能性 在5.2版本中 风系成女恰斯卡 成为了焦点 这次卡池中引入了新的四星角色欧洛伦 截至目前 对于欧洛伦这一新四星角色 我们只知道他是一名弓箭手角色 其他信息尚未公布 然而 对于恰斯卡来说 他的风元素 转换其他元素的设定玩法 颇具趣味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他 是否会成为版本的主推角色 但我们只能等待5.2版本测试符 发布更多消息 西诺宁即将在5.1版本中登场 成为近期备受瞩目的角色 作为主要的岩系角色 他吸引了所有玩家的关注 根据目前曝光的信息 除了风系和草系元素角色外 包括西诺宁在内的岩系角色 都受到了重视 被系称为岩万叶的西诺宁 要求二命的配置 这确实让人感到纠结 不过 有消息称 大老钟离可能会复刻 这对于灵命的西诺宁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在抗打断方面有所不足 有了钟离的帮助 西诺宁的实力将更加完善 因此 我认为 这种搭配的可能性非常高 在5.3版本中 最令人期待的内容之一 是即将退出的海灯节活动 同时 卡池中的火神马威卡 和平姥姥也即将登场 这些备受期待的角色即将亮相 加上5.3版本 将是魔神任务的结束篇章 论坛上的资深玩家们都在说 这个版本会带来一些惊喜 绝对不会让玩家失望 每年的海灯节活动 都会推出新的皮肤 去年 甘雨和深喝的皮肤 引起了不少关注 但有些玩家购买了这两个角色后 发现皮肤并没有复刻 今年的皮肤消息也在论坛上引起了许多猜测 暂时不揭晓太多细节 但据说这次的皮肤 依然是与李月相关的角色 关于是否会是相邻 目前还不得而知 在即将登场的5.1版本中 有关于西诺宁强度的一些传闻 其中 命座的提升问题 备受关注 有人认为 0命需要一些加强 而2命表现卓越 然而 4命却被认为与众不同 一些玩家觉得 前之4命的加成 比西诺宁慷慨得多 4命的加成 似乎有些不足 总共390%的防御加成 仍有可能无法完全抵御伤害 现在玩家们期待1命的加强 以抵御打断 4命素质的提升 一技能减少施放时间 并增加群体治疗效果 此外 希望增强后台研伤 提高2命的加成素质 现在大家都在期待 V2版本的消息 关于新四星角色的安排消息 欧罗伦作为一个弓箭手少年 将会在5.2版本的卡池中登场 此外 有传言称 在5.3版本 希特拉利进入卡池的概率 再次有所提升 至于5.4版本 据目前论坛上流行的观点 一安三可能会成为焦点 然而 这些仅代表目前的主流观点 无法完全确定 因为就像过去封单等角色一样 有些角色可能会推迟进入卡池 这一点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昨晚 原神5.1版本的卡池 传来了新消息 这一版本的可信度相对较高 包含了西诺宁 千枝 胡桃 以及纳希达 这一消息的来源 是黑库森 可以说 这一版本确实让一些玩家感到困惑 尽管千枝 在其中的复刻 使得他受益良多 然而 考虑到纳维亚的最近复刻 如果没有他的出现 卡池的吸引力 可能会再次提升 另外 纳希达的复刻 似乎为玩家提供了 考虑最佳选择的机会 尤其是在两位T0辅助角色的加入下 然而 许多玩家看到这一期的卡池后 直言 宾系角色 再次受到了冷遇 在4.7版本中 他们本以为莱埃欧斯利会复刻 但现在 却遭遇各种跳票 旅行者们目前关注的主要是两个角色 莱埃欧斯利在5.1版本没有复刻 成为整个大版本中 唯一未复刻的角色 而申赫目前也没有复刻的消息 难道在5.2版本中 会将这两位角色放在一起复刻吗 然而 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在VR版本中 希诺宁并没有受到削弱 相反 直接新增了一个大世界天赋 不得不说 这个角色看起来就像是人权大幅的设定 希诺宁本身在跑图方面 已经相当厉害 爬山和平地跑步一样顺畅 只是在平地速度上 稍逊一筹于基尼奇 幸运的是 这还只是在测试符中 还有希望进行调整 由于胡桃的意外复刻 直接导致第二期混池名单紧急调整 之前李悦混池中提到的角色 包括胡桃 克勤 七七 公子和甘雨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第二期混池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了 难道会直接和稻妻混池合并吗 这一变化 值得密切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见